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的就是要恢復海洋国家的心 海洋就写在每个台湾人的基因里 今年也是海洋保育的元年 柯文哲呼吁立法院加快进度 让海保法赶快通过 现在立法院还有一个海洋保育法 这个还没通过还摆在立法院 我们应该赶快把那个法令通过一下 媒体询问民进党的信骚案继续烧 不过民众党去年也爆发了信骚案 柯文哲怎么看待自家人的相关问题 柯文哲云林一日行程 除了第一站到海水浴场 其余都是拜庙 借此与地方明代与士绅 人脉多多熟络 争取支持 好 金杰月你到底怎么看这件事情 关于说这个郭董他的动向 其实很难去捉摸 因为包括说他到金门去出席迎城皇的活动的时候 谁知道他会跟柯文哲两个人在海边手牵手 看星星 然后再听海哭的声音 这完全没有人会调到这件事情 不过柯文哲他就释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人家就问他说 那你跟郭董还有没有联络 有没有可能合作呢 好 那柯文哲他说 老郭他叫老郭 老郭有时候想到就会发一下简讯给我 他没有保持联络 也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 有需要互通一下讯息就好 那在郭台铭这部分呢 挺郭派立委陈玉珍 他说呢 郭董他确实会有感恩之旅 六七月就会有机会看到 这部分怎么看呢 蓝白之间 现在柯文哲他声势上来 他不一定要跟国民党来和啦 好 我 主持人我先回答一下 我们佩芬刚刚讲说国民党炸毒 我说国民党没有炸毒 因为 国民党中常委讲的啦 我当然讲就是说中常委是这样子 我们常会授权给主席去征召 那大家一致性的 怎么会有炸毒呢 那因为你已经授权给党主席去找嘛 那今天找出来的人 中常会要一致性的要支持 我也在节目讲说 不管是征召郭台铭 不管是征召侯友余 中常会一定要全速买单啦 因为你是授权 如果常会说不行 我们要用民调 我们要党人投票 30%民调占70% 我们就办 主席就已经要办嘛 但是呢常会说 没关系大家鼓掌通过 就是给这个主席去找征召就好了 那今天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 我们的侯友余 5月17号都已经征召出来的 当然要一致性的团结 不能再放炮 你们常会要负责的 我是之前的中常委 如果我有在里面 我就讲 不能再这样子 因为国民党就是 这个最团结 就要中常会开始团结 中常会不团结底下怎么会团结 所以说我第一个回应我们的这一个 我刚刚佩芬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有炸赌的现象 事实上是没有 那这最主要状况不就是因为这种征召过程不透明造成吗 当然这我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就是说 因为没有透明公开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我也在 我也在市场在节目呼吁就是说 我们到底我们的评分的标准是什么 它的占比是多少 这个一定要对外界说清楚讲明白 要不然一定会引起很多的这一个争议 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是争议还是未解嘛 所以说就当初的这个设计不对 常委也要负责啊 你自己常委不用负责吗 那你现在还在讲就是说 我们我们这个怎么怎么样 你自己不能这样子讲 我也当过常委 如果今天我是我在里面 我就不会再这样子讲 那么当然了 这个总裁他有他的睿智 全球最大的代工厂 今天他的事业有这么的成功 他也并非等刑之辈啊 那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那总裁有在5月17号当天 他也讲就是说 如果真到的是侯友宜 他也会全力的支持 那我想就是说 没有关系 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还是尊重我们的总裁 你最后个人的决定啊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大家都有一致性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标嘛 就是要政党轮替嘛 那柯文哲如果说能够跟这一个 总裁结合在一起 变成是一组的这个参选人 那侯友宜这边 假设啦 又一组人 那跟赖清德 就会重演三强鼎力 三喀都 我们2000年不是联中这样子就输掉了吗 是 历史的应倦不远嘛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希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我们希望的时候是想说政党的 在这8年当中 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不可否认的 柯文哲也是这么样子讲 郭台铭也是这样子讲 侯友也是这么样子讲 但你们三个人 现在要回忆我们基层的期待 我们基层都很希望就是说 郭台铭 侯友宜 柯文哲 能够整合起来 成为一组的人马 来打这一个民进党 所以说我们现在讲就是说 侯友宜应当要带着 我们是从主席带着黄建廷 带着侯友宜亲自去拜访 这一个我们的总裁 总裁他要被感动之后 他有可能就是再度回来 支持我们的这一个国民党 提名的候选人 如果我们没有展现出 这样的一个神意 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 你如果说在一个月内 一个礼拜之内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之内 甚至于现在马上 明天就去了 我觉得总裁他个人 我觉得他会感动嘛 因为你这一个提名人 主席都来了 我们希望以大局为重的 这个念头 总裁从来都没有消失过 我们讲就是说 今天他也接了这么多的 这一个钱来买疫苗 其实他要的是什么 他希望为台湾为国家 为人民做很多的事情 也不在乎什么 但是呢他要的是什么 一个尊重一个尊严 可是你们国民党 目前为止有对他 他有什么样的尊重 跟示好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 党中央要去做 我也在呼吁就是 党中央 此时此刻 我们要从高层去弥补 我们底下 我们很无奈啊 我们当小机场人 我们也很无力啊 为什么你们上面 不赶快做 我问了 这个党的富民爽 他说会 一定会做 但是什么时候会做 再安排时间 再敲时间 我觉得 就好像我们亲王讲的 他在进门 我们赶快就杀过去嘛 对不对 他在哪里 我们就赶快杀过去嘛 我觉得要用这样的一个成立 我觉得如果说 再联络来联络去 时间慢慢的消耗完 对国民党的选情 是很不利 而且基层的焦点 如果没有办法解 会造成我们民调的 不断的下滑 这个是我们 最不乐意所见到的 我还是讲 不管是这个 你潜荣也好 不管是这个任何人 有心要出来整合的 赶快跳出来 再这样子耗下去 对我们的这个选情 是不利的 这部分伟航哥你怎么看 关于说这个郭董 下一步会怎么样的动向呢 这个黄阳明他就说 现阶段可以断 也是郭台铭 没有参选 也没有搭配 副手的意愿 这部分你怎么看 好的 这个郭董 当然 我更新的速度是到 这个 这礼拜的三左右 那这礼拜三左右 只有他们所传出来的讯息是 还没有直接参选的计划 但 会在这个选举中 有一个角色 他们就是 以不断的动作 主动性 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如果真的退了嘛 那就没了 那郭董 你很在意就是 他先前年初的那四十五天 大概四十几天的 低调 反而害他自己 丧失了牵击 后来要追 517之前追不上 所以他对于这点耿耿于怀 他知道保持主动性 不要再被唬烂 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金门的这件事情 的确对他来说是有一定程度的伤害 所以他后来有在发 找人发了一个稿子去说 他才不是像那种什么吃汗渣男这样子 好 但是他已经在金门行 藏到了主动所带来的天头 我可以杀到柯文哲措手不及 国民党躺在地上完全无法反应 连民进党都只能站在旁边看好戏 他感受到他一下子掌握所 整个政治风向的那种爽度感 当然啦 我比较说现在因为绿营在这个 礼拜三之后的这一系列的这个 姓平案件 使得郭董的相关新闻 暂时就是他们可能就压下来 暂时我们就不要有那么强的主动性 整这一波其他党的新闻的这个热潮 过了之后 他再来出手 所以应该是下周 就是会往后延到下周 他才会开始抛球 但因为柯文哲他去日本的关系 所以原则上来说 这种对话性 我认为就像我们前一节讲 就是可能是跟国民党内 会有一些对话 所以必须要想的一点就是 朱立伦侯友宜现在并不是说 我来慢慢做我的功课就好 你有一个郭台铭在跟你比赛写功课 当郭台铭讲完这个两岸和平宣言 和平宣言之类的东西之后 好 接下来他见某些议长 可能会丢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他可能尝试把先前流失掉的选调技术 逐步又再次抓回来 因为其实像后世讲的就是 到底金门行对郭董有没有伤呢 其实就我所知 有一些蓝营内部 其实真的气到不行 他们不是气说郭董 没有来跟蓝营整合 是认为郭这样子的动作 会让他有失领导者的风范 看起来好像喝个酒 就会有一些比较破格的演出 那会影响到那种传统来营 希望领导者很有权威 值得信任 稳重的这样的态度 所以当时他们的解读说 郭董走这种网红路线 趁来正确的路线 让他的饼变小了 那蓝白也不见得吸得到 可能就是原本被激起来的热情 就这样散下去 他们觉得很可惜 这样蓝没办法得力 就算整合郭蓝没办法得力 白也没办法得力 但如果郭台铭在下个礼拜 他所采取的推进的公式 让他回到他先前的 就是五月初的那一套 操作的模式的话 我认为或许是有可能 从事他的粉丝基础 因为郭台铭 现在之所以能够叫牌 就是因为他有粉丝 另外要件就是 侯友宜完全没有粉丝 所以这一来一往 郭台铭对国民党就是有压制力 可是跟柯文哲的对话 就比较麻烦 因为柯文哲他自己自带粉丝的 而且在之前的这个 眉来眼去的过程中 就是五月份眉来眼去的过程中 郭粉 柯粉 有某种程度的水乳交融 所以当郭台铭 再次回到战场的时候 柯文哲能不能hold住这些人 柯文哲会不会觉得说 我产生危机性了 我必须要把郭台铭那边的 可能流过去的郭粉 把他拉回来了 吸回来了 我认为这个柯文哲 说不定会丢出一些 可能会对郭台铭有伤害的东西 或比如说表态一些 可能比较具有攻击性的 当然通常是透过外面的人在放话 我觉得是很值得观察的部分 这部分要请一下 叫佩芬你怎么看 有关于说这个陈玉珍 她说郭董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感恩之旅 你怎么看 我现在郭董他就是在维持他自己的政治声量 你觉得他的用意是什么 是给国民党威胁 还是他自己真的有意想要参入2020这一局 我觉得郭董经过四年前的年轻气盛之后 他这一次的许多的做法 确实是让人比较会觉得难以一眼看透 那你说他这个是感恩的参会感恩之旅 那他到底是在卸票还是败票 其实就很难说了 那其实也很有可能就是从卸票开始 中途就转为败票 那你看他包括一连串的动作 跟柯文哲在晚上海边在看海 然后隔天又说忘记了 其实他真的忘了吗 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什么 他们两个达成了什么协议 其实他就是故意要营造一种神秘感 因为郭台铭他自己知道说 在侯友宜被提名之后 整个声势反而不声反降 然后郭台铭这样子一个被国民党这样子欺骗 受伤害的这样受害者形象 反而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同情的票子时候 他自己反而是一个反扑的机会 但是郭台铭他另外一方面也知道 包括他请了这么多公关公司 相信也都有跟他讲说 你真的要维持声量 不然的话再过一阵子 声量这种东西非常现实 就会往下掉 那个时候大家就不会再继续讨论 你要不要参选总统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 这一大串的这样的操作 包括去跟金门去跟赖清德来巧遇 然后跟柯文哲这样子在海边看海 这许许多的动作 他就是要告诉国民党 我觉得他两个部分 一方面就是告诉国民党说 我还是一个卡 你们这样子对我 你们就不要 你们先对我无情 羞怪我对你们无意 我现在做的许许多多事情 你们怪不得我了 包括说这个媒体人的放话 包括说比较亲近我的中常委 比较亲近我的立委 这许许多多的放出各式的风声 这都不能怪我 但第二方面呢 他也是要跟民众党来示好 因为国民党这条路看起来 是吃了衬托铁了心 就算不是侯友宜的话 包括很多人都在觉得说 会不会在他们的这个全代会 7月23的时候 侯友宜自己退 还是侯友宜被换下来 那换下来之后下一个人是谁 很多人都说是朱立伦自己要上 但是不管是侯友宜还是朱立伦 看样子郭台铭可能是分不到等不到了 所以呢另外一方面 他就在对民众党来示好 民众党你们想不想要 我们再来一次新竹市的模式 再来一次我们再合作 其实郭台铭加柯文哲 如果他们两个可以成功的整合 他们可以成为一组的候选人的话 那个势力是很可怕的 包括说年轻的选票 经济的选民 中间的选民很有可能 都会被这一组 非常不典型的组合所吸引 所以郭台铭他自己手上 是很有筹码的 他自己也知道说 虽然说他在国民党的这一仗战上 算是不小心失败了 就是被骗了 然后呢天天黄建廷找他祷告 他也跟着祷告了 虽然他自己明明就不是基督徒 他是信官公 他也是跟着祷告 之过牺牲至此 被国民党骗了之后呢 那你真的就羞怪说 郭台铭接下来要走的路 可能跟国民坛 是不一样的一条路了 好时间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继续讨论 好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他被问到时候 跟郭董的关系 他说呢老郭有时候想到时候 就会发简讯给他 他没有保持联络 这部分要警告一下于将军 你怎么看 就是关于说 其实柯文哲在网路上的声量 其实他经营的蛮好的 这是今日新闻 他今天公布了一份网路民调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他的民调非常高超过五成 来到56.15% 狠甩民进党的赖金德23.57 以及国民党侯友宜的20.27 你看现在这个民众党 他明天 他又要跟太太陈佩琪 一起到日本去访问 那有英勇他就说 柯文哲跟之前比 他觉得柯文哲更有自信了 这是一种进化 左右开工 打起来很轻松 反观侯友宜 制式的语言太多 新闻怎么对他有兴趣 确实嘛 但网路声量跟民调支持度 不见得成正比 我说实话 柯文哲比起赖金德 比起侯友宜 他的网路声量一定高 因为他可以讲很多人 不敢说的话 而且他会做很多人 不敢做的动作 所以他当然有趣 年轻人 对这些40岁以下的 这些青年朋友来讲 他平常不太看电视的 他看手机 他看YouTube 他看各种社群的软体 所以他看到了柯文哲 这人有趣 所以有的时候他可能工作很烦躁 或在职场上 他觉得很疲劳 看到柯文哲就觉得好好笑 怎么好像一种娱乐性质的感觉 就是娱乐就是政治人物众议化 对 柯文哲就有这个本事 就把政治人物众议化 那众议化的声量就高 对不对 你政治人物要去跟众议 众议的一哥二哥比 你比不过他的 他就是政治众议化 那这种状况 他就培养他的高声量 那培养他高声量之后 他就开始有自信 因为柯文哲非常非常迷信 声量这个东西 他觉得没有声量 哪有支持度 有声量都不见得有支持度了 没有声量就没有支持度 所以柯文哲他开始百无禁忌 什么都说 所以你看 任何人敢评的事情 柯文哲他就他有 他绝对有胆子 而且够辛辣的去评 他到台大去跟年轻人互动 你仔细听 他讲完话以后都没有答案 可是呢 有效果 他讲话不求答案 不求给你一个所谓的 你要的满意答案 他绝对给你满堂彩的效果 对不对 好笑嘛 有趣嘛 然后转移话题 然后哗众其从 这对柯文哲的本事 那么这对选举有没有效 我觉得至少他的曝光度 会一直增加 那这对于相对的对于 那赖清德 赖清德是一直走这个 稳扎稳打的路线 他就是你看各地的信赖之友 会不断的成立 然后开始对于民进党里面一些 比较正义的话题 他勇于切割 这所谓的切割 不是说跟我无关 他是勇于把这些人 等于说 外科手术的方式 把这些人斩掉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 党魁不敢做的事 因为尤其他自己是党主席 他自己又要选总统 他每一票都是票 可是他舍得得 他可以把它斩掉 那这对于柯文哲来讲 柯文哲对于这种状况就是躲避 不谈 不谈 我们民众党是个柔性的政党 所以说我们尊重所有意见 那坏的意见 他就躲避 他说这样 其实我跟你讲 这样来讲 民众党就是这样 所有都包容 如果坏的 社会上自动对他不喜欢 就自然淘汰了 所以不用去淘汰 柯文哲都会用这种方式 那年轻人就觉得 好像蛮有道理的 好像蛮有道理 这当然是没有道理 永远不给你一个答案 可是声量就高 那么我讲 那反观回来 现在的状况 侯友宜会紧张 侯友宜会紧张 因为侯友宜从来都是那种 所谓的四平八稳 永远讲的议题 反正柯文哲是永远 把问题重复一遍 然后再告诉你 觉得很好笑 侯友宜是绝对把这个问题 带到别的一个境界 然后让你觉得 哇塞你在讲什么 对一个是好笑 一个是傻眼 侯友宜的声量当然低 而且侯友宜走出了 他以前的所谓的蓝绿都不沾 然后走自己的路 现在变成说开始沾蓝打绿 那这个人设是完全180度的大改变 所以我觉得 未来侯友宜要做一件事 就是他开始 要开始提升他的趣味性 我所谓趣味性不是小丑 不是那什么没肉粥 或者是表现很壮的样子 不是 所谓趣味性 是要把他那个索然无味的答题方式 变成了非常精准 而且让大家听了以后说 哇你终于开窍了要这样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从侯友宜嘴巴讲出来说 我就是支持九二共识 那你一变头条新闻 你一变头条新闻 可是呢 头条新闻的同时要表里如一 不是只是我的嘴巴说我支持九二共识 我就是要一中各表 可是你做出来的事情 完全跟你所支持的是相背道而驰 那反而会扣分 所以说这段时间你看 不管是蓝 偏蓝的媒体的一些工作者 他都讲说侯友宜想要谷底翻身 还真的需要很多高手出来相助 那这些高手不是森蓝 所谓要帮助侯友宜的这些高手 绝对不是像马英九啊 王金平那种森蓝 而是所谓的比较走中道路线的 我直接举例啊 例如黄伟翰 例如黄伟翰 黄伟翰的评论 侯友宜听进去没有 没有听进去耶 黄伟翰甚至最近他讲说 如果有一天柯P当选了 你千万不要觉得意外 那这点不是好像说 我为了要声量 是经过他的分析 按照中道路线的分析 柯P不是零耶 柯P当选的几率已经从零 变成不是零 虽然还没有很高 可是至少从零变成不是零 那这有没有人会紧张 有人会紧张啊 有人会紧张 因为柯P他的票源来自哪里 来自蓝的嘛 柯P抓不到绿的票啊 所以说蓝就要紧张了 当柯P的温度越高 侯友宜相对就要降低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郭台铭要 要开始发挥他的力量 发挥他的声量 他的声量就是让柯文哲 不要降温 柯文哲只要不降温 侯友宜的温度就升不起来 大家等着观察是不是这样 侯友宜跟柯文哲 就是个悄悄板 他俩就是个悄悄板 当柯文哲的温度越高的时候 侯友宜他的温度就是起不来 那这个时候郭台铭 有没有 有没有他的意图今出现呢 有我认为郭台铭从来没有想要用民众党的这张门票来选总统 郭台铭他唯一没有改变就是 他要选总统的话 就是用国民党这张门票 而这张门票决定权不在于换侯 而在于侯的民调 侯的支持度萎靡不振一直往下掉 掉到侯友宜选不下去了 那么郭台铭是不是成为国民党的唯一 因为换侯我刚讲过绝对不能换朱立伦 换朱立伦就完了 可是呢朱立伦以外 当侯友宜不选了 民调疲弱不正的时候 国民党不可能缺席嘛 国民党也不可能去成就柯文哲 如果国民党去成就柯文哲 那真的跌破全世界眼镜啊 就说国民党现在真的是不行 我们决定国民党全党支持柯文哲 各位可能吗 绝不可能 所以说国民党一定不会缺席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郭台铭为什么持续努力 原因就在这里 换不换侯决定权不在租 换不换侯决定权也不在民调 换不换侯决定权在于侯友宜 有没有这个决心 即使民调不够 我还是要拼到最后投票的一刻 这才是真正郭台铭要期待的事 伟洋哥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是善后世他提出的 他说经过郭科业会之后 当郭台铭被定位成政治渣男之后 浅然的选票会回到侯友宜 你觉得会回到侯友宜 还是会到民众党这边来 好的这个其实我 就延续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蓝铭就是 一位非常挺蓝的媒体人 他所做的分析 就是实际上郭台铭的表现如果不加 他的粉丝会散掉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蓝铭已经没有什么 能够吸引粉丝的人了 散掉之后蓝铭到底要怎么聚粉 大家都没有偶像魅力啊 那可能就是所谓的那种粉丝票就没了 但是这边讲的后世讲的是浅蓝票 浅蓝票他可能会觉得就是 我不喜欢民进党 那包括白银啦 或者是郭台铭 也许都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所以郭台铭如果下去的话 也许这个票会流动回侯友宜 但如果郭台铭没有的话 侯友宜还是要跟柯文哲去拼 他如果跟柯文哲拼出一个高下 特别是强有某种程度的说服力 让这些人觉得说 投给我 你的这一票比较不会那么羞耻 你投给我 你的这一票比较有希望下架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论述的部分 实际上侯友宜现在做的还是非常薄弱 也就是说 也其实不要讲政见 光是如何说服支持者说 我现在也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们相信我们一定会赢 这件事情侯友宜其实连做都没有做 他不是没有说服 他连做都没有做 反正我站出来 吼吼吼就要投给我 你圣诞老公公嘛 你没有这种事嘛 所以原则上来说 侯友宜做的真的太少了 其他人到处都是动作 其他人可以选择主动 可以选择被动 你侯友宜选择根本不动 这才是侯友宜当下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什么 换猴或不换猴 其实这个都还不是主动权在猴这边 跟他没有实质的关系 后面的那些事情 他这个就算真的到那种地步 他要去影响改变 机会也不大 但我还是要接续姜丁刚才讲的 真的换猴的机会不大 这些人有时候他们也会来问 就是到底有没有可能换 外面都说我们要换 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这种想法 为什么外面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会说实际上你们就是去 你们的动作就是营造出一种 让人家觉得说你们心意不定的感觉 你们好像心中没有想法 如果你们心中没有一个明确想法 让大家知道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在游移啊 你们是不是在买保险啊 你们是不是隔几天又要返回了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最失败的 就是这一点 他没有让大家对于自己的决定 非常有信心 所以如何说服 不要讲外界 说服自己来赢的支持者 国民党现在非常坚定 我觉得是注意人的耽误自己 好这部要请亲戚的议员 稍微来补充一下怎么看 因为现在关于说这份民调 他是今天所做的 今天公布的这个网路民调 那你可以看到侯友宇 他是排在最后的 百分之二十点二七的时候 那这礼拜是侯友宇 他不是他成立他的竞选工作室 也主打说找来很多年轻的人 来当他的发言人 那也说要找这个政治实习生等等 要拉拢年轻票 可是现在侯友宇在年轻票这部分 好像还没有动作 当然从危机变转机 才会产生新的契机 那当然侯友宇在这个 两次的这个市长的选举 拿了两百多万票 他的这个选票来自于哪里 大家对他的一个肯定 警察出身的他有正义感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他多年来建立的一个形象 他视频巴稳 他做事情合发做事 他在这个520的时候 他也讲啊 民进党最缺的就是合发做事情 我觉得 国民党现在当然要整合 要快 不能慢 那柯文哲呢 当然 他的这个无厘头的一个 讲话的方式 得到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支持 就好像我儿子 爸爸我们 这个福人大学 大家都很喜欢阿伯 我说问他 你问什么 他很好玩啊 他讲话很得我们的胃口啊 但是他的这个 他要当国家的总统 你觉得这样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年轻人不管 这个好玩就好了 欸 他现在年轻人 觉得他讲话的方式 是跟他们对得上的胃 那个胃道的胃 对得上胃 他喜欢就是这样子一个调调 所以说年轻人的方式 喜欢阿伯 也不喜欢赖清德 也不喜欢侯友余 但是那 阿伯就知道 他喜欢 年轻人喜欢的胃口是什么 他就针对年轻人 从这个40岁以上 刚刚将军讲的啊 都没有人喜欢这个柯文哲啊 那觉得他很这个很空洞 更何况我们国民党 在全台湾有14个县市在执政耶 我们现在哨子还没有吹啊 但是对于就是说我们 一旦登记完成之后 我们的整个组织会动起来 我们的整个力道会喷出来 那民进党现在的战略是什么 当然民进党很喜欢 就要用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最好 柯文哲能够跟郭台铭成为一组 那这个国民党又一组 对于他们来讲 三强鼎力 是对民进党最有力的 所以我们一定 要打破这样子 而且柯文哲也到了很多 这个地方 我们新北的地方 拜会了几个重要的人士 我觉得 在未来我们的努力之下 有很有可能啊 我一直觉得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组啊 就是说柯文哲 我们这个主席讲的 我们的这个非力大联盟 在主席的硬作之下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不无可能第三阶段 就是朱立仁对外界讲的 我们第三阶段 就是要整合非力大联盟 除了民进党之外的一个整合 我觉得一直有机会 而且我们议长有跟我讲 柯文哲曾经拜会过奖跟皇 那他也释放出 一样可以合作的一个讯息 这也是我们议长跟我们讲的 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 虽然喜欢阿伯 但是如果阿伯 可以跟国民党整合在一起 我觉得 只要是两组 国民党的这个胜选的机会就很高 好这不用请清皇哥的 帮我们补充一下 这不可能啊 怎么他 我跟你讲 第一个你要先了解 柯文哲在做事的习惯 是浮动的 是非常有弹性的 第二个 柯文哲气比较弱的时候 也就是他民调比较低的时候 他跟你谈整合 那是对他有利啊 因为他气质比较差嘛 所以跟你合作 当然可以合作啊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他现在民调起来了嘛 你从各家的民调 还不是只有一家 各家民调看到的趋势是 柯文哲的民调是在往上 特别是在国民党 确定征召侯友宜之后 那趋势是更明显的 是不是在超车侯友宜 对 就是他民调在往上 然后好几分看到他民调 是排第二侯友宜 反而变第三名 在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弹性 弹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干嘛跟你合 前面弹性 前面他的民调差的时候 他当然可以跟你合 弹到他弹性 他已经可以变成第二大党的时候 他还跟你合 他又不是呆子 所以对他来讲 他现在战略目标 他已经转到 他要取代国民党成为第二大党 当然就区域的部分来讲 看起来是有困难的 可即便是如此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柯文哲还是说 他现在要拿出气魄 要成为第二大党 所以他的讲法是什么 他的区域 其实我们看他找候选 坦白说很难找 可是柯文哲还是告诉你说 他们区域 还是会尽量提名人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区域立委呢 即便他现在看起来不好找人 但他还是会尽量找人 找人干嘛 找人在蓝绿之间 在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 切他民众党的这一块可以参选嘛 所以他要称他立委席次的极大化 好 那至少一件事是可以承认的 柯文哲的民调如果向上 请问他的明年 他部分区拿到席次 跟政党票会不会增加 他一定会增加的嘛 他跟上届 这个2020年的选举比起来 他的政党票 跟部分区席次是增加的 所以 假设他预估 他部分区可以拿到实习的话 那连他区域他多拿几席次 他就变成很关键的席次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他如果政党票可以赢过国民党 反而变成是第二大党的话 对柯文哲来讲 他民众党是写下新的记录 所以你想想看 在这个情况之下 柯文哲会跟国民党合吗 当然不会跟国民党合嘛 因为泰式已经走到不一样了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 就是他这个局要继续走下去 必须要有谁来配合 必须要有郭台铭来配合 因为就像前面刚刚将军所讲的 这个局要郭台铭在才有意义啊 因为只有郭台铭在的时候呢 国民党的支持者 或是蓝营的支持者 才会看到觉得说 你朱立伦处理的不公嘛 那所以这些本来过去挺蓝营的 这些郭粉 可能有一些人以前还是韩粉 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选票支持 当然是往柯文哲流动去嘛 因为还没有郭台铭这个选项嘛 所以郭跟柯之间的关系呢 不管他会变郭柯配柯郭配 这两个组合是都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郭柯配对于柯粉来讲 或是对支持柯文哲来讲 郭柯配不是他们的选项 但是郭柯和 也就是郭台铭跟柯文哲两个之间 保持合作的关系 即便郭台铭不帮他站台 光是像这样子的两个人 同框画面多了 对于支持者来说 这就是一种郭柯和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要去跟国民党谈整合呢 我只能说历史 已经重新翻了一个偏仓 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发行 所以呢对他来讲 现在战略呢 是取得第二为优先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没有跟国民党谈整合的空间 所以你现在还有听到 朱立伦在谈所谓的第三阶段吗 没有了吧 在泛蓝的部分 因为在第二阶段 这已经翻车了嘛 因为他朱立伦希望 第二阶段要完成的是 在侯友宜跟郭台铭之间 要完成所谓的泛蓝大整合 但我请问你 郭台铭现在让你整合了吗 也没有啊 他让你整合了 干嘛公安公司请到8月份 因为觉得在9月之前 都还有机会看看 测试一下 国民党有没有换猴的可能性嘛 这世界不要说都没有可能性 如果侯友宜的民调还在往下探底 如果比18%还要低 低破15%的话 你可以问问看将军啊 低破15% 你觉得国民党还是忍得下去吗 对国民党来讲 如果真的低到那个程度的话 国民党来说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那到时候对郭台铭来讲 到时候是你们要来找我啊 因为我还是维持一定的能见度 跟这个支持度啊 所以对郭台铭来说 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判断说 这个换猴这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反而是国民党为了怕 侯友宜的支持度掉太快 一直要告诉大家说 不会换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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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会换猴 所以你们只有侯友宜可以支持死心吧 你就是只能支持侯友宜 现在国民党的策略 就是要告诉这些蓝鹰的支持者 你就只有侯友宜这个选项 没有换猴 所以希望能够帮侯友宜 撑住支持度 但是如果这样的呼吁还是失效了呢 如果侯友宜的支持度还是在往下呢 如果对于支持者来讲 9月份还是有郭台铭上去的可能性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于郭台铭来讲 这个是他维系他支持者的方式 所以对他来讲 最大的战略就是你的侯友宜的支持度 一直往下 那郭台铭浮出来才有希望 所以对郭的战略是要塑造出这个期望出来 这个才是郭台铭跟侯友宜 两边策略上不一样 找到最大差异的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整合很困难的原因 反而是 如果我们在两个月之后 那侯友宜的支持度能够拉到30以上 那相对的 他的这个支持度往下跑的时候 我们的整合的希望就是会建置在 大概9月左右 因为在登记大概是在10月 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国民党中央也有讲就是说 我们会在登记之前的一两个月 我们如果在整个声势上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7月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通过之后 就不可能有任何的2.0版的 这个换人的一个序码 绝对不会 当我们的声势一上来之后 我们才有筹码去跟人家谈 当然 亲王兄讲的没有错 如果我们的民调很低 我们用什么筹码去跟人家谈 当然我们一定要制造 我们一定要整合完成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民调上来之后 我们才有筹码去跟人家讲啊 因为我们不是老三啊 我们是老二 而且我们是跟赖清德 跟民进党的这个支持度 是很接近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还会去找柯文哲谈 因为其实柯文哲在我们议长他那边有提到 如果我们全部都下去前变成三组 这个民进党民众党也讨不到好处 因为民进党继续执政 对你们民众党未来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柯文哲有听进去 我们议长跟他建议 从这个现在开始跑 跑到最后大概要登记的前两个月 大家再来评估看看 有没有寻找合作的空间 我们那时候蒋跟黄议长 有跟柯文哲这样子提到 好稍后我们要继续讨论的是 民进党接连爆出这杏扫尔事件 那党主席赖清德呢是再向受害者来致歉 并且提出大革新 马上回来 副总统赖清德参加工卫师工会成立大会 面对党内性骚扰事件 连环报他再度道歉 我要再度跟受害者以及台湾社会致歉 面对职场霸凌以及性贫事件 绝对不必要大局为重 民进党严肃地面对每个案件 不会因为考量到选举的因素 而有任何改变 我们不应该姑息养千 我们对于所谓的性骚扰 应该要零容忍 从赖清德到陈徐中重申对性骚事件态度 这三天先是民进党前党工A指控导演回哥性骚 时任妇女部主任许家田斥案 接着前党工B又指控遭同事陈又豪性骚 时任青年部主任蔡慕林还要他向加害人道歉 前党工C指控遭前组织部副主任林南固性骚 前工独身D指控有民进党长期的合作对象骚扰约炮汤 主管却无事连发言人谢沛芬都自曝 三年前也曾遭性骚 却被要求忍耐 建立直接的申诉管道 受侵害的同仁可以直接向秘书长申诉 第二个秉持林隆仁的处理原则 一旦接受到申诉检举 民进党就会启动调查 如果查证处时 一律开除永不录用 必要的话并且会将证据移送法办 赖清德对党内姓平处理方式提出三大革新 但被指控的前青年部主任蔡慕林扬言 对网路不实言论谩骂提告 陈又豪也要告爆料者不实指控 我们也不赞成用另外一个方式来面对姓平的事件 性骚事件让民进党形象受到重创 只有大刀阔斧才可能直线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佩芬 来到我们live节目当中 那佩芬也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 表示说她在三年前有这样子性骚扰 相关的被性骚扰这样的一个经验 这部分佩芬可以帮我们还原一下 是当然了就是我其实在三年前就是我选立委的时候 就有一个志工 然后还选完之后呢她就是对我的这个骚扰 性骚扰就是更加的加剧啦 然后包括说会去跟踪我 然后呢会在我公开的场合去读我 然后会对外宣称说她是我的男朋友 然后呢会跟外界人说什么 我又是对她抛媚眼啊 我喜欢她啦 然后什么我要去约吴姨诺 反正各式各样很夸张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我并不知道 因为一开始我以为她是一个很热心的志工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说 那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 他跟人家说的是这一套 然后以及他会开始不停的打电话给我 传讯息给我 然后我没有接到的话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就是 选民很多人其实都有我的电话 或都有我的LINE 然后就是传讯息等等 我就基本上我都会回 然后但是我只要没有马上回 他就会一直打来啊 一直传 然后呢会一开始只是一些 好像就是选民之类的那种很寒暄 然后来会就是越来越多 然后越想要约我出去想要干嘛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已经跟她说不要这样做了 然后呢 后来其实我有跟她当时的这个组织 就是日线基金会去反映 其实我反映非常多次 因为我跟他们的里面的其他人 其实都是算是蛮熟识的 那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受到这个改进 就是而且她是变本加厉 而且就是在她被他们的长官说警告说不要再这么做之后 她反而到处去散布我的一大堆的东西 包括我说 就是说是我对她抛媚眼 所以我们两个在交往等等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 他是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困扰 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时间内 我后来就是自己去跑行程的时候 我都不敢自己去 我都一定要带人跟着我去 然后走到哪里 我都要就是前后看 因为她就会在我附近不停的绕来绕去 所以我自己在跟选民互动的时候 我还要一只眼睛这样斜眼 注意说她会不会靠近我 然后她现在是在跟谁 就是在讲什么 所以真的是让我整个人精神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就是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就是不知道不只是说当下 是让我整天都很紧绷 因为我不知道说我什么时候会遇到她 她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 或她什么时候要跟别人说什么话 其实很多事情是后来事情就是见报之后 才有人告诉我说 原来她不是你的什么主任 原来她不是你男朋友 我说当然不是啊 你们怎么会相信这种话 可是因为他们有些人不敢来跟我查证 或者是就已经相信她的片面之词 那我觉得整个过程中除了她以外 我觉得还有包括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很多人 都会告诉我说 这种事情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就是没事 你想太多了 或是她就比较热情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些话 对我来讲又是第二度的伤害 因为我觉得说我会跟她讲 就是我遇到状况的人 其实是代表说我对她是有相当信任的 那这些人反而回过头来就是责怪我 就是觉得说是我自己想太多 是我自己太敏感 然后甚至有人就是我相信他们 是站在我的角度来为我想 可是他们会说 你如果帮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 会对你自己的名誉受损 就会变成我自己的名誉会受损 我是受害人我自己的名誉会受损 而且有些人会说她也还算年轻 你这样会毁了她的未来 我都觉得很莫名其妙 那因为后来我真的是忍无可忍 我在我自己的脸书上写了这件事情 然后记者就有来报 那后来就是报导出来之后 其实有更多的很多的酸民等等 我就来留说 那谢佩芬长这样也会被性骚扰吗 我才不相信 我相信那个男的 那个男的胃口怎么那么重 什么这一类的超级多 所以我这一次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性贫事件 这么连接二连三 尤其是在我们党内爆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是觉得非常心有戚戚烟 非常非常的那个 那很痛苦很挫折 而且我知道说他们很无助 那感觉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其实第一时间我就有传给一个 就是受害人 我就跟他说这个 要就是准备 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酸民等等 会来给你二次三次的伤害 可是我觉得说这件事情真的是 不是不报啦 就是说时候未到 现在时候到了 把它爆出来 让更多人知道说 这样的性贫的事件 性骚扰事件是零容忍的 不会有任何的灰色地带 也不要说觉得说出来一定是受害人的错 你自己裙子穿戴了 你自己就是笑的太开心 而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非分明 零容忍 没有任何模糊地带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案件爆出来的时候 大家以为是个案 就后来第二第三第四 现在已经报到 就是已经蛮多案了之后 我觉得说 那这我们真的是要通盘的去检讨 不只说我们的申诉机制 不只说我们相关的主管 因为我当初 那个骚扰我的人 不是我们党部的人 就是 是一个其他的组织的人 但是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发生在我们党部里面的事情 我们的申诉机制 我们相关的主管 对于这件事情的意识 而不是觉得说 就把它化解掉 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 该走的程序 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通盘的检讨 然后我还想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整个社会的观念 也都希望说可以慢慢的 藉由这一些受害人 非常勇敢的站出来 讲述他们 而且要讲很多细节 因为不讲细节 又有很多人说 这都是你自己在幻想 就是这是你自己的 就是说法一方之词 我觉得透过他们这样子的 非常详述这些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还原 但是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这个社会知道说 不要总是在去检讨受害人 不要去问说 你为什么选钱不才报 或是你为什么当下不讲 甚至我现在讲出来 我昨天刚好 那个賴副总统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 姓平事件不会以大局为重 那他其实我觉得 我还蛮感谢他在讲这一句话 他昨天就是在主管会议 临时召开我们主管会议 就有特别讲到 就是我们党内现在处置的机制 但是呢我在下面留言 我就是表达说 我自己作为受害人 我其实很知道这一些感受 就是说很多人会叫你忍耐 很多人会叫你说大局为重 但是这没有什么好人 这也没有什么大局可以 重要到可以把这些事压下来 结果我这样留之后 下面还是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以前怎么不说 你现在才说 你是不是换到什么好处 我都会觉得说 我以前早就说了 就是而且呢 这个新闻都有 那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作为公众人物 其实每天受到的攻击 酸言酸语 我算是比较习惯的 心脏也比较大咳了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的党工 尤其这些 其实爆出来的很多人 以前都是 过去三年来 我在党部都有跟他们共事过 都是其实都是 怀抱着热情 怀抱着理想 来我们党工作的 那他们如果 他们讲出来之后 还要再受到这样 二度的伤害 三度的伤害 然后一直被质疑 一直觉得说 背后就是有政治阴谋 背后就是什么派系的算计 还是就是为了逗倒 哪些人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 太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好 确实如同佩芬所提到说 不管其实男或是女 其实我们台湾 有走向是性别平等 要相互尊重 不过这部分 还是要大家继续努力 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好 民进党的信扫事件 连环报 那么党主席这个赖清德呢 他就在昨天 就写出了这篇脸书 他说面对性贫事件 跟职场霸凌 他绝对不需要大局为重 你们的人 这个安全的部分 跟权益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那他要强调的是 以下几个革限的方案 包括第一个 会建立直接的申诉窗口 他说性贫部 已经成立了专责的信将 那昨天在这个党中央的记者会上 民进党性贫部的主任李彦荣 他也拿出了一个绿色的卡 上面就写了这样子的一个信箱 他强调说 这个信箱呢 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收发信件 他会尽一切的力量 提供被害人必要的协助 那么发生这件事情 总统蔡英文他也说 身为前党主席 他责无旁贷 好 那另外呢 在今天的部分 赖清德出席活动的时候 对于这样子的案件 他说不会因为考量到选举因素 而有任何的改变 他说信贫就是民进党的价值 而昨天呢 党的秘书长许立民 他也鞠躬道歉 他说呢 会启动最严厉的党纪程序 并且请这个信贫部 整理相关资料 并且移送法办 这部分清皇哥怎么看 现在民进党处理的态度 您觉得如何 我觉得民进党要处理的方式 非常简单 就是四个字叫做大破大立 什么叫大破大立 好 我们先这样讲 就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些信贫的事件呢 好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 只有一件又一件的冒出来 我可以这样讲 信贫的事件就是这样 要嘛就大家都不敢讲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讲了 然后开始有热度 有效应的之后呢 其他的受害者觉得说 我的案子应该不会被压下来 所以呢 他就跟着出来爆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到第一起出现的时候呢 还没看到那么多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 二三四起就陆续的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讲说民进党的这个状况呢 他必须要建立新的制度 因为表示原来的姓名制度没有用嘛 那原来状况是什么 原来状况就是当事人呢 我遇到信骚了 我跟我的主管反应 你会看到 一二三四的case都是遇到什么状况 主管吃案嘛 把他压下来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呢 他建立新的方式就告诉你 三个建立的方式 第一个是告诉你 建立直接申诉的管道 就是刚刚有记在讲的 那一个email信箱 是只有李燕荣姓名部主任 直接对到他 因为如果你在透过中间的主管的话 他就仍然有被吃案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表达态度绝不容忍 临统忍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临统忍就是告诉你 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希望看到 或是被害人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是你这些加害者 应该得到应有的处罚嘛 是 所以赖清德就告诉你 只要查到查证属实 一律开除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 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 应该会有案件被调查出来 而且会有人被开除党籍 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有记的节目预告 下个礼拜一定会发生 所以这几个案件的这个受害人呢 当然他们受害的这个相关的事件呢 会被去调查 调查完了之后 只要属实的话 这些加害人有民进党党籍的 就会一律开除 那有违法事实的话呢 这一律是送法犯 因为要拿出这样的态度 你才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赖清德要讲一件事情 姓平事件不会大局为重 什么叫大局为重 因为难免有人会说 要选举啊 怕影响到选情啊 那你是不是影响选情 你就再自己委屈一下 不 现在赖清德就告诉你 不行这样子 所以不需要以大局为重 你有你就直接讲出来 你讲出来就直接处理 然后属实的话 就该开除的该出 然后该送法办的送法办 然后第二个我要讲一件事情 你可以发现这整件事情呢 越滚越大 其实看到一件事情 是层级拉高 什么叫层级拉高 就是你会发现的 像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它其中一个个案涉及说 这个有一个大学生到 2019年到民进党清淀部 攻读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被骚扰的情况 那被骚扰的这个情况呢 如果按照下面 鸡排妹留言属实的话 这个是涉及到 民进党党内的派系的要脚哦 那换言之 这个人具有民进党党籍 而且还是具有这个派系的 智库的执行长这样的身份哦 那如果这样的对象 民进党如果不处理的话 那当然大家就会说 你看遇到自己人 然后遇到是派系要脚 你就不敢办 所以反过来讲呢 这个就是观察指标 面对到这些有争议的个案 而且当事人呢 看起来面对媒体的时候 因为鸡排妹爆出他的名字 结果当事人呢 被记者问到的时候 不敢正面回应 那个记者问他说 那我要帮你写说 你否认你有涉及到这件事情吗 他竟然跟记者说 也不能写否认啊 所以到底你是承认还是承认 所以是默认吗 这等于是换成另外一种默认嘛 那这个人就是我说的 他涉及到是民进党里面的 派系的要脚智库的执行长 那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是 民进党敢不敢对自己 党内这样的人动手 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他会不会被开除党籍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民进党要处理这件事情呢 除了这个许立民他们秘书长所说的 用最严厉的党纪来处理之外 大破大力四个字 其实这是大家才希望看到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家不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是你推拖拉霍悉尼 这个态度呢 所有的被害人 跟一般的民众看来都不能接受 大家看的不是说怕民进党犯错 我跟你讲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这些性沙老 发生的可能性 大家要看的是 民进党面对性沙老事件发生的时候 处理态度 那大家在第一时间失望是为什么 第一时间失望是 出来的这几个爆料的个案呢 遇到的都是痴案的状况 遇到的是被挡下来的状况 他没办法往上去反应 没办法往上反应 大家就认为说 那你们就没有成要处理问题嘛 但是我们必须要讲 这些是赖清德接任党主席之前发生的事情 所以换言之 赖清德接任党主席之后 因为这些个案都不是他当党主席之后发生的 所以反而大家在看的是 赖清德拿出来处理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你拿出来处理态度是 我正面直球对决 然后我更新党内的姓平的机制 让大家可以直接处理大破大力 不需要以大局为重 那这样子呢 民众反而会找回来对民进党信任 所以呢 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 就要看现在民进党党中央的处理态度 如果民进党党中央的处理方式呢 还是像让大家发现说 到下礼拜的时候 就这样子默默新闻就带走了 这个其实就不会是他民众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认为 对于民进党党中央 或是对赖清德的团队来讲 下个礼拜应该会让大家看到 开闸很多人的状况 民进党党中央里面 有多少的案子是被吃掉的 这个这么多 从蔡英文当党主席到现在 从2018 2019 2020 2022都有啊 我觉得刚刚佩文讲的很正确 到底有多少人 全部勇敢的站出来 在民进党的党中央里面 到底有多少个我们的所有的党工 被这个性侵或被性骚倒 全部全部都站出来 告诉社会大众 当然赖清德说 这个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